实派,非洲人取习府昏房让人难以启齿 原标题,实派,非洲人取习府,昏房让人难以启齿 在东非,有着这样一个游牧民族,外界称为马赛人 他们有着大约一百万人口,现如今还活在严格的部落制度之下 由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负责管理,主要以游牧为主 活跃于肯尼亚的南部,及坦桑尼亚的北部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政府鼓励这些马赛人从事农业生产 他们现在以半农半木的形式生活着 非洲人取习府,他们的房子由泥土构成 等墙壁做成后,马赛人在最外层糊上牛粉 徒为马赛人结婚时刚做的新房 房子由泥巴和树木枝干搭建而成 整房子泥巴干了 两个非洲小孩正依靠在门口 焦急地等待着爸妈妈回来 从途中可以看到东非马赛人 他们居住的房子建得比较来 只有一个小孩那么高 搭建得太高 泥巴和树木枝干支撑不起 房子容易倒塌 泥巴